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IPPLE公民新闻报 台南后壁区的巫术林火车站 过去的五分车是民众上学上班的重要交通工具 废弃多年后转型为观光小火车 搭载民众回味过去的历史 上班也希望坐我们的五分车 为什么五分车可以载我们 因为以前我们的公车交通工具比较不便 台南公司有一个南北山 是说早期我把五分车租到台中通称 都在南青湖五分车站是历史 五分车站第一任的站顶是日本人主义 到了一九七九年 因为身体检查 导致客运业没有飞制 此陈来 要求保留重要的火车 和替党相关门门 日空空的年 一段台南的实行 他们的研究生 万一对替党的日来 为台南的徐园长护生园是南部知名的救助流浪狗的机构 里头现在收容了四千多只的浪浪 而且他们不将流浪狗关在笼子里 而是让毛孩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 不同于外面的收容所 毛孩不必局限在铁笼内 能在园区内自由奔跑 园区内共饲养超过三千只的毛孩 这就是徐园长护生园 在十几年前就是遇到 路上遇到车祸的狗狗这样子 那因为我看很多人都看了 然后就觉得很可怜 然后大家就离开了 那我是那个离不开的人 护生园有经营点书粉专 由徐文良撰写文章以及剪辑影片 写毛孩之 他可能的遭遇他的心情 他的感受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把他们 因为毛孩他们不会讲话 然后我们就是帮他们讲话 然后影片就是我自己很普通 你看我的影片就是很简单的影片 这样子剪接 小影这样子剪接而已 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都去海边 然后那时候去海边 就是会有流浪狗 过来陪着我这样子 然后就是每天去 这些狗狗都会过来找我 然后久了久了之后 我就变成习惯有他们的陪伴 以后如果我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可能就是我 当时候就跟菩萨许愿 就是说 我如果将来有机会 我放我来报答这些毛孩之们 毛孩们陪伴徐文会和徐文良 走过许多低潮 也让他们更坚定想帮助拉拉的心 我跟读小鸟们